爱富汗 爱富汗历史性的三天停火时间一过,塔利班宣布结束停火。 这一十七年来首次发生的爱富汗政府与塔利班停火,遭遇极端分子自杀炸弹袭击干扰。 有的人就是不肯看到和平的来临,爱富汗东部发生了一起自杀式炸弹铁机事件,造成至少十九人死亡,五十多人受伤,而在一天前,星期六,在同一地区,在当地重大节庆期间,一群政府军人,塔利班武装分子和平民庆祝停火之际,也发生自杀爆炸。 原因很简单,塔利班中的一些派系与基地组织不愿看到和谈的启动,因此选择了继续发动恐怖袭击。 星期天的袭击发生在政府机工所在的南格哈尔省首府加兰拉巴的市中心。 政府军和塔利班人员共同庆祝重大节庆的最后一天,目前没有人声称为袭击负责,卫生官员和救援人员,预计死亡元数将增加。 前一天,伊斯兰国宣布对加拉拉巴的郊区,至少有三十五人死亡的自杀爆炸事件负责。 官员说,阿富汗、安城人员、塔利班战士和平民市受害者,2018年6月16日,在阿富汗加拉拉巴德发生起车炸弹事件后,一名受伤男子的亲属将他送入医院。 南格哈尔是伊斯兰国建立强大基地的地方,其武装分子经常进行有针对性的杀戮和自杀性爆炸。 在星期天爆炸前不久,塔利班命令所有战斗人员留在战壕和塔利班控制区,不要冒险进入敌人控制的地区或城市,以避免向周六在加拉拉巴德发生的致命爆炸事件。 塔利班星期天向媒体发表声明说,现场指挥官奉命禁止塔利班战士参加与停火相关的庆祝活动,以阻止敌人浪用这些活动伤害阿富汗人。 与此同时,塔利班已正式宣布为期三天的停火,将于周日半结束,并表示将在周一早上对美国领导的外国军队恢复战场攻击。 这一声明达寄了寻求阿富汗和平坦怕的希望。 星期六,阿富汗总统阿什拉夫·加尼发表电视讲话,他称赞双方停火,并带帮面延长政府一方的停火期。 加尼说,为了尊重公众的意愿并支持他们对和平的要求,我命令安全和防务部队重开斋节的第四天起延长停火,我们将很快公布停火的细节。 他还敦促塔利班也延长停火,并给受伤的武装贩子提供医疗帮助。 美国国务院星期六回应加尼的声明,支持加尼及其提议。